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看三盆利格海棠养了一个月以后的状况 这颗呢是红色的洋红色 它的花瓣中间有一点点白色 所以呢这个花就特别好看 和普通的只是洋红色的呢 相比较它就可爱多了 可以看出来它的状态相当好 叶子和花都不错 我早晨呢刚刚给它做了一点修剪 把烂叶子和枯掉的花拿掉了一些 如果不拿掉的话它看上去 那花更多几乎都开满了 这盆呢是我买的另外一颗利格海棠 它是大花重拌的 花色呢特别娇媚 那这颗花呢其实不要看它现在花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看出来它的状态很不错 它有很多新叶子 很多新的花苞 正在萌动 这个花因为颜色比较淡 所以呢它其实不是很喜欢晒太多的太阳 也不喜欢高温 好在最近呢多伦多的气温都在25度 摄氏25度上下 所以还是很适应 这一颗呢是和刚才前面那一颗洋红色的利格海棠 同时买回来的 这种呢颜色很艳丽的利格海棠 就比较喜欢太阳 所以这一颗和第一颗呢都长成开花机器了 花非常多 可以说呢现在还不是它花最多的时候 前两天更多我没有做视频 那它晒的太阳呢相对于刚才那颗色彩比较淡雅的呢 就要多很多的 所以我发现呢像利格海棠这样的花 花色越是红的呢 它就越喜欢太阳 当然呢我也注意了没有让它们暴晒 因为海棠呢 因为海棠呢属于这种 怎么说呢既喜欢阳光 又喜欢潮湿的一种植物 所以像这样的植物呢 大多数时候它们呢都要适当遮阴 特别是在中午两三点钟暴晒的时候呢 都要给它们遮阳的 适当遮阴它会长得更好 那这一颗呢可以看出来它已经是花开的完全爆棚了 买来的时候花只有这个一半这么多吧 通常呢如果花从花店买回来养的不好的话呢 养一个月以后花就会凋零一大半 那给它醋花呢也很容易 我给利格海棠用的花肥 就是普通的醋花的花肥 花店里面凡是卖的那种三个素子中间高的那种花肥呢 都可以给利格海棠用 它在用花肥这一方面不是很娇气 另外呢我呢会隔一段时间 比方两个星期左右吧 给它试一次淡淡的就是糖米水 我觉得利格海棠的这个叶子呢 很需要像糖米水这样的这种花肥来滋润 那糖米水里面呢含钾的含量呢 相对于其他的花肥呢要多一些 钾含量多而且它是天然的 所以在给这些花草用化肥的同时呢 不要忘记利用家里的条件呢 适当的呢再给它补充一点点天然的花肥 这种所谓有机的花肥吧 那反正废物利用嘛 给它试一试看 如果你觉得效果不错呢 就可以继续用下去 我呢其实养花呢 我很多呢都是经过尝试 一开始呢用很少的量试试 发现效果不错我就继续用 呃我觉得很多东西呢 只是听人说呢不一定是对的 必须要自己实践 呃只有自己实践了 试了是好的呢 才是真正的好 因为每个人的经验呢 都有不同 因为环境不同 呃花呢品种也不一样 所以呢呃别人用来呃用的方法呢 可能呢对它很好 但是呢对自己呢有可能就有一些差异 呃我呢把经验呢介绍给大家 那么大家呢可以一开始呢少少的尝试 无论是用糖米水还是触花的花肥 任何一种你第一次试的时候呢都少一些 看到它确实有效呢呢就继续使用 这样呢非常保险 呃可以万无一失 另外还有一个呢关键点就是要注意修剪 呃所有的这些植物 呃如果你从来不修剪它 呃就只是浇水啊施肥啊晒太阳 它依然长不好的 修剪非常重要 呃它呃已经败掉的残花 呃已经泛黄的叶子 都需要呢经常的把它摘除 我几乎呢是每一天 我去看到有一些烂掉的叶子 或者是已经长得很不呃漂亮的花了 比方说已经像这种海棠它会嗅掉 就好像是烂掉一样的 好像那个苹果不新鲜了开始烂了 它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像这种时候也没有美感了 就直接把它给摘掉就完了 呃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 凡是用这个方法去修剪过的这些花呢 它继续开花继续长新叶子的状态呢 都比较蓬勃 你不去修剪呢 它也会自己枯掉 甚至自己凋零 但是在这个枯萎和凋零的过程呢 它占去了很多养分 而且整个植株呢 长势会变得很慢 呃怎么说呢 植物呢和动物一样也通人性的 你管它呢 它就会长得更好 好像呢 它可以感觉到我们是非常关心它的 呃很爱它 那它呢自然呢就表现很好 开出很多漂亮的花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订阅分享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